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玉日车在昨天召开了股东会 董事长颜凯泰亲自主持 通过配发现金股息19.47 随着今年在本业 还有中国大陆转投资的表现 优于整体市场 那么玉日车是有信心 今年的市占率可以坐稳冠军宝座 车市满期发位 玉日车去年全年每股存印24.33元 财报风光 股东会通过配发现金股息19.47元 感谢上市车厂新高纪录 本公司税前盈余为88.071元 成长44.3% 那么EPS为24.33 谢谢各位股东多厉害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 公司赚钱小股东各个每一件 股东会也开得特别快 董事长颜凯泰话说的不多 由于今年收到新车销售毛利下滑 拖累第一季EPS跌破4到3.99元 拱手让出上市车厂获利王宝座给对手核泰车 不过对于年底市占竞争还是很有自信 相对情况也不错 所以我们估计第二季的获利应该会比第一季要来得好 省政乐观有机会可以到40万台 那我们希望这个到今年年底 仍然能够维持市占率第一名 然后有机会看能不能来挑战市占率13% 车市双雄竞争激烈 核泰车股东会通过配发12.6元现金鼓励 刷新历年配股记录 同时预计今年将比去年更好 而且不止小车销售看好 包括商用大车也都将比去年成长 林森春副拍不到